好 一場不幸的車禍是一部由台南往台中的國光客運 今天在開下中港交流道的時候 撞到兩名正在中央分隔島施工的工人 其中一名64歲的工人送醫的時候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車上的17名乘客雖然沒有受傷 但是飽受驚嚇 而司機肇事的原因還有待進一步離勤 被撞的工人躺在中港交流道 已經陷入昏迷 消防隊員第一時間趕到現場 趕緊CPR急救 照射的就是這部國光客運大客車 保險桿撞破一個洞 擋風玻璃也碎裂 現場一片凌亂 桶子和三角錐卡在車底 可見撞擊力道的強烈 而眼間大客車把同事撞倒 目擊的工人氣得上前找司機理論 那不能說沒辦法反應 那種原因就要看到 那都不對 那不是話 那你也沒有人死 二十號接近中午十分 這部由臺南開往臺中的國光客運 剛下中港交流道 就撞上正在道路分隔島 進行路面修補工程的工人 車上十七名乘客儘管沒有受傷 不過飽受驚嚇 正是駕駛說當時施工車輛的警示 是三角錐 擺放的位置太靠近施工車 讓他下交流道根本沒辦法應變 背中的六十四歲黃姓工人 因為受傷嚴重 緊急送醫之後還是回天乏術 另外一位陳姓工人則是首部受傷 警方對於造勢駕駛進行酒測 並沒有酒駕情形 究竟是因為恍神造貨 還是工程車三角錐擺放失當 警方後續還要調查釐清 記者林健身 彭煥群 台中報導